国语有声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显明宝钞 主著先佛为私命真 地念四章 朝真礼窦之法弃之异议 九天私命真君将 诗曰朝真礼窦古而今 赐福消灾七煞秦 倒败前程其艳险 开来景韵目甘邻 盛世续著显明宝钞 朝真礼窦俗称为礼窦 其渊源甚远 素质汉时太上老君作寿张天师 因此成为道教独特之科宜 道教认为人怀孕 第一个月称为孢 第二个月称为胎 第三个月称为魂 第四个月称为魄 均由豆腐所主掌 与人身有其密切关联 故有礼窦以邀天佑之科宜 礼斗之所以历久不衰 乃因透过有道之事 不刚踏斗之科宜 另请豆腐神司依其神 则执权为世人消灾解恶 祈福天寿 然而经过时代之眼镜 附加上世人添加各项代表 吉祥之器物 以致世人无法明晰 豆内安奉法器之意义 故此借着书之日阐述 以资世人正信 且方不沦为盲从瞎败之余也 豆内法器大抵不出见 静、简、耻、秤、秤、翻令 百米之类 当然亦有象征光明之灯 及铜钱、钥匙等等 不一而足 资将前七类为主 分说如下 一、剑者 乃防身之至宝 古锡枪炮尚未发明 皆以刀剑护身 礼斗安奉之 乃以有形之体 欲为无形之器 此器乃精神刚器 援引仙家神力 斩妖除魔于千里之外 二、镜者 以铜镜为家 铜镜不亦破裂 引身为圆满之意 更可透过仙家神力化为照妖镜 使依附人身之痴魅亡两无所遁形 三、剑者 亦为防身利器 不仅供剑裁衣物之用 且可依仙家神力才行之妖 剑断不善恶缘 四、持者 乃度量之物 用以量度世人之受缘 五、秤者 亦为度量物 主要凭量世人之善恶 善者医愿而消灾赐福 恶者则加以惩罚之 六、翻令 乃理豆之主体 上用诸字书写 安奉公之方明 又书符赤和奏斗府 以备法会圆满叙录之用 七、白米 代表大小星宿诸天圣佛 安奉之以赵天佑 再者白米乃民生所需 法会圆满则应将之用为 失贫祭困 表达人心上感天心 离斗之目的 无非以至成 祈求斗府各司赐福攘哉 再者借以白米祭困 二者其备神人二利 世人何热不为 小编整理末法书 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 可从地狱离开 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 者可至少到 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栏道五庙明正堂 拱恒堂 虚原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恒堂之法会荣誉 总功德主准与消七世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一百二十天 拱恒堂圣书县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 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抄拔与生前筑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恒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筑籍或抄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筑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异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籍往生弥勒净土 筑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